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中东局势的紧张背景 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赫齐将于周三造访沙特阿拉伯 旨在防止地区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这趟外交之行正指以色列应对伊朗的威胁而推迟与美方的会议 显示出当前局势的复杂与危机 我们将揭示以色列军方内部自10月7日以来的重大失误 当时哈马斯的袭击造成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很无辜平民的伤亡 年轻女兵莉莉、奥费克和她的同袍们在面对重重危机时 却因为高层的忽视和军队内部的性别歧视而陷入绝境 他们的警告被视为无关紧要 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我们也将探讨美国在中东的角色 以及拜登政府如何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试图平息冲突的艰难处境 伊朗与沙特的外交关系能否因此获得改善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又将如何影响整个地区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这片不安的土地上 随着火药为越加浓厚 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赫齐正准备展开一场紧急的外交之旅 他的目标地是沙特阿拉伯 希望能透过对话遏制地区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这次形成的背景 不仅是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发动暴富性攻击的忧虑 更是整个中东弥漫的紧张氛围 据纽约时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甘朗特原定于同一天前往华盛顿 与美方官员讨论中东局势 但这次访问却被推迟 原因未明 这两次访问的变故 无疑是拜登政府在中东局势中所面临的复杂外交挑战之一 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使得整个中东如履薄冰 拜登总统因应此局势 一方面力挺以色列 另一方面也努力斡旋 试图促成停火 避免更多平民伤亡 然而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却似乎不受白宫的影响 反而加剧了地区紧张 这一系列的军事攻势 不仅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挑战 也让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 阿拉赫奇的沙特之行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中东重要的外交角色 沙特阿拉伯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对话 成为此刻中东局势的一个关键转机 这场外交博弈中 各方的行动无不充满了计算与谋略 以色列的军事动作 伊朗的外交努力 以及美国在其中的调解角色 都在影响着中东未来的走向 然而 在这场国际政治的角力中 人们常常忽视了那些在前线默默付出的士兵们的故事 明镜周刊的一篇报道揭露了以色列侦察单位中 一群年轻女兵的命运 他们是以色列军中被称为Taspitania的侦察兵 负责监控加沙边界地区的动态 尽管他们不断向上级报告哈马斯在加沙的异常活动 警告可能的袭击 但这些警告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中一位名叫莉莉 奥菲克的年轻侦察兵 讲述了他与战友在控制室度过的一个无聊的夜晚 直到清晨才结束轮班 然而 第二天发生的却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及其他恐怖组织的约3000名武装分子突破边境围栏 袭击了城市 基布兹和军事基地 奥菲克及其战友在紧急情况下被迫躲入避难所 困在其中12小时 直至以色列士兵解救了他们 这些年轻士兵的故事 不仅揭示了以色列军中对女性的忽视与轻视 更是一个对整个以色列军事机构的警告 这些士兵早已预见到的灾难 却因军方的傲慢与自大而未能及时阻止 当年10月7日的灾难 让人们再次反思这些年轻女兵在军中所面临的艰难条件 以及他们的警告被忽视所带来的悲剧后果 在这场悲剧的背后 是一群被忽视很低估的女性士兵 他们在压力下工作 用专注的眼睛盯着荧幕 监测着边界的异常活动 在军中 他们常被视为额外的负担 工作环境恶劣 常遭遇上级的冷漠与忽视 然而 即便如此 这些年轻的女性士兵仍然努力履行他们的职责 尽管他们的警告最终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这些年轻的女侦察兵所处的情境 犹如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 无论如何预言灾难都无人倾听 然而 他们的故事却在今天的以色列 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这不仅是对军中性别偏见的揭露 更是对一个国家在面对危机时 不应忽视任何警告的警示 这场惨剧也改变了这些年轻士兵的生活 他们的失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许多人在试图从中恢复 寻找心理支持与重建生活的路途 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保持着对于逝去同袍的怀念 很对未来的希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 阿拉赫奇在沙特的外交行动 成为了中东局势缓和的关键一步 然而 唯有各方都能清醒面对现实 重视每一个警告 才能真正实现和平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伊朗外长访问沙特显示出 中东地区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虽然中东局势紧张 但这次访问可以被视为减少地区 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 特别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升级之际 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话 可能会带来稳定的影响 这种外交接触 是实现长期和平的关键 正如1973年戴维莹协议 使中东局势缓解一样 但问题在于 伊朗和沙特之间的谈判 可能只是表面文章 无法真正解决深层次矛盾 考虑到两国在野门 叙利亚等多个地区的代理人战争 这次会晤或许更多是象征性意义 再想想 慕尼黑协议也是在谈判桌上签署的 结果却是战争的爆发 虽然过去的国际谈判 有失败的例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外交努力 都注定无效 外交上的小步骤 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 例如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期间 通过不断的谈判 避免了直接冲突 同样 伊朗和沙特的对话 至少可以减少误判的风险 这对于中东这样的火药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外交努力有其价值 但我们不能忽视 以色列的强硬军事行动 对地区稳定的威胁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可能被视为挑衅 这可能会点燃更大范围的冲突 再者 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对态度 让任何仕途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 外交努力都非常脆弱 这就像是设计一个漂亮的房子 却忽视了地基的稳固 的确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有可能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但这更强调了 目前外交努力的重要性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 外交对话依然是唯一能够持久解决冲突的途径 正如古代的惠盟仪式 通过会谈与协商来化解矛盾 至少能给予各方一个喘息之机 促使各方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和立场 很难否认外交可能带来某些好处 但当前的国际形势中 军事实力往往比外交更具影响力 像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威慑一样 这些国家在中东的代理战争 不太可能因为一两次的外交访问而得到缓解 即便是在罗马和平 这样的时代 也需要更多的实力来支撑和巩固谈判成果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